一场可怕的禁忌实验导致无数的人类发生了变异 有的变成了大龙虾,有的变成了大老鼠 当然还有更加可怕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全面,我是穷哥 今天我们来说一部相当搞的科幻店,突变爆炸 影片开场,女主这名士兵潜入到实验基地里面 准备营救一个代号秘密TS-347的超级战士 因为当局的这项秘密实验残害了很多人 只有极少的人成功活得下来,成为了超级战士 至于那些失败品,则全都变成了嗜血的上师 在女主的帮助下,TS-347成功逃离了这个地下宣机地 途中,他们还遭到了无数上师的攻击 但超级战士就是超级战士,几乎无人可敌 另一边,我们的男主从宿坠中醒来 他想到了昨晚的生日宴会,真的够happy的 不过为啥脑海中有一些奇怪的画面 等他发现不对劲的时候已经晚了 因为这里竟然全都是上师 男主下的拔腿就跑,然后来到了楼下 他现在还没有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后走着走着,正巧遇到了女主和超级战士 当然这里也都是上师 如果不是遇到女主他们,估计男主早就没了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原来是政府秘密竞选了一项禁举实验 但这个实验导致无数的人被感染 现在高层这边也被弄得焦头烂尔 手下表示,已经有两名超级战士去追击女主他们了 但眼前的这名白发鼠表示,要是追不上他们 就在所有的隔离区内投下炸弹 将这些东西给清理干净 然后继续这个项目 就这样两个小时后 原本的上人组只剩下女主和男主两人 男主相当的不给力 几乎都要靠女主干掉这些上师 然后他们找了个废弃的房子准备休息晚上 我在想那个超级战士呢 从两人的对话中我才知道原来男主这个坑货开枪的时候 好像不小心干掉了这个超级战士 现在转移超级战士的任务也不用做了 而且带着他非常危险 女主目前只要撤离这个隔离区就行了 男主也从女主这里知道了当局做的一些实验 当然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既然准备清女主一下 都这个时候了,还想什么男女知识 夜里在男主首页的时候 他做了个拯救公主的美梦 可现实中,他却被一个陌生男人给抱着 女主也被挟持了 这就有点尴尬,一个准备和女主发生点什么 一个折准备和男主甜蜜一番 这画面太美我不敢看 不过女主毕竟是训练有术的士兵 怎么可能这么轻易被制服呢 分分钟就将手枪给抢了过来 就在女主准备开枪的时候 一声哄响,四人全都倒地 等他们醒来后 身体都发生了变影 那两个人全身开始溃烂 女主眼见部队直接杠掉了他们 不过男主也发生了变影 手臂上竟然长出了一只老鼠 这是什么鬼 等两人走出去后才看到 远处那恐怖的蘑菇云 而这个区域内的幸存者 全都发生了变影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来是高层这边操作失误 或者说系统失误 本来准备在隔离圈内投入10颗炸弹 最后变成了10颗核弹 这乌龙闹得有点大 无奈之下 他们只能启动超级武器 派出另外一个究极战士 去隔离圈内进行清理 当然能够带回TS-37最好 另一边 女主的脖子上也长出了一个耳朵 毕竟隔离圈内都是辐射 很容易发生变影 但女主相当的看 直接把多出来的耳朵给弄没了 男主手上的小老鼠都看不下去了 而此时 那个究极战士也来到了隔离圈内 不管看到谁 都是一顿暴力操作 而他呢 也只不过是一个背着上师头颅的上师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鬼东西 此时的男主和女主一直走一直走 因为女主要撤离这个隔离圈 他和同伴联系过了 海边会有船只来接引 但男主这边不知道是发生变影 还是因为什么 没走多久就运倒了 等他起来 竟然看到的周围 都是那些被辐射的变影人 比如什么二男神 什么金角大王 还有头顶上斩首的人 当然还有龙虾大哥 这要是烤熟了 不知道有多香 女主本来想要带着男主的人一起撤离 但同伴只同意 女主一个人离开 就连再带上男主一个都不行 女主本想单独找男主聊聊 但男主似乎准备留在这里 和这起人待在一起 就在他们为这件事情争论的时候 纠集战士来了 然后嗶嗶了一段 最后直接开枪 不过这伙的战斗力确实很强悍 女主差点被灭了 还是男主冲过去拔掉了管制 才让这个上市露出了阵容 不过你都上市了 为啥还要吸什么气体 这也太没有排名了 也因为男主的出手 纠集战士跑走了 原以为安全了 拿料出现了一只巨大的母老鼠 然后干掉了不少同伴 最后还将男主手上的小老鼠 给直接拔掉带走了 因为这个小老鼠叫他妈妈 这都是什么神仙剧情 看到我一愣一愣的 经过这么一闹 最后这里只剩下四个人 胡子男 龙虾 以及男主女主 女主很好奇 询问龙虾哥 你是怎么变成大龙虾的 龙虾说 我本来就是龙虾 但人类的实验 让我变得这么的大 甚至还能懂得人类的语言 这就有点牛皮了 而且变大的龙虾也非常的聪明 他甚至讽刺人类 为了愚蠢的战争和力争夺 一直互相残伤 女主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竟然能被这龙虾给教育 当然龙虾很讨厌海豚 女主最后也想通了 准备带着几人一起离开 虽然同伴还是很反对 但溜不过女主 大概还有半个小时 船只就会抵达 而他们现在所处的这片五号区 有很多的试验感染者 要多加小心 当然最应该要小心的 还是那个究极战士 他竟然也发生了变异 头上长出了脚 更是丢掉了自己的脑瓜子跑了 而等待救援的过程 总是很漫长的 更何况这里危险重重 龙虾遇到了海豚人的攻击 而女主男主则需要面对 变异的究极战士 双方那时打的有来有回 本来男主拿到的枪 应该打对手的 竟然射住了女主的胸口 这脑瓜子里面想的都是什么 好在两人都没啥事 可惜龙虾却身受重伤 临死前胎智在想念 自觉的爱人 那只母龙虾 狐子哥非常的难过 但他却什么也做不了 总不能马上架在火炉上 开始烧烤吧 至于剩下三人的棋局会如何 我也不得而知 或许他们都得救了 也或许他们都会被辐射而死 至于引起这一期的当局 还在讨论者 他们失去了两名超级战士的事情 但因为手下质疑他 他甚至准备按下开关 干掉他 没有想到启动了自毁程序 最终直接凉凉 相当搞的一部电影 比起上市或者什么纠集战士 我更喜欢大龙虾 你懂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